大家好 我是王大师 欢迎接着收看大师说 今天我们讲讲日本的家文 还有Logo的故事 日本的家文和欧洲的文章一样 都是在古代战争中 用来区别家族军队势力的标志 玩过战国无双 这样的日本游戏的人 对这些日本家文一定是特别的熟悉 著名的家文有好多 比如知田家木瓜文 丰臣家的五七童文 德川家的三叶奎文 元赖朝的龙胆文 但是呢 这些和欧洲文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日本的家文受佛教文化的影响 尤其是传宗的影响特别大 所以呢 家文都是那种花鸟鱼虫 风花雪月 这样的比较唯美的图形 并不像欧洲骑士那样流行 狮子啊 老虎啊 鹰呢 这种凶猛的野兽 这些战场上的豪强 在家文上却丝毫没有那种杀气 反而呢 它是这种武士道追求的那种 视此如归的宁静肃穆的这样一个体现 比如日本皇室的家文是什么 这十六半局 叫十六局文 就是代表了日本家文的这种审美 形式特别简单 然后呢 寓意清济 这个家文其实就是日本天台宗 从宋代传过来的私质品上的图案 传进日本之后 变成家文的 在战场上 这种禅宗的风格 不仅仅体现在家文上 而且就连战旗都和佛教有关 比如日本的战旗 我们都知道 席植物都是竖条的 有的插在后背上 最常见的形式呢 那就是最上端一个家文 下面纵相排列的汉字 那写的什么呢 都是那些净土宗啊 天台宗啊 这种佛家的口号 比如燕离废土 星球净土 比如 吉如风 徐如林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比如 接种一心 之类的 那么据统计呢 现在日本所使用的家文 有上万种 有明确记载的呢 也有五千多种 到今天呢 这些家文已经完全普及到了 企业和民间当中 一些著名的家文 早就被充公了 或者变成了某某公司的logo 比如我们举几个例子 我们最熟悉的三菱 三菱的logo 它其实是由三和零 这两个字组成的 一个叫 米子 一个叫 米子 米子 就是三 米子 是零叫的意思 米子 最初三菱的创始人 延期 西米太郎的家文 就三个 搁在一起的灵形 那米太郎的第一位雇主 图佐翻山内家族的家文 就是三叶图佐百树 所以合在一起呢 就变成了三菱的logo 不过作为家族企业呢 丰田的logo 显然设计的最好 但是呢 丰田的企业 它却不是使用的家文 而是由真正设计师设计的 三个椭圆形组成的图形 好就好在 平淡无奇的这个logo里面 把Toyota六个字母 全都包括了 不过呢 说到日本汽车的品牌呢 也有特别的 它和日本的传统文化 一点关系都没有 比如说马自达 我们都知道 这个它的英文是 M-A-Z-D-A 那什么意思呢 马自达呢 其实是波斯的 索罗亚斯德拜火教的 代表光明的善神 叫做马自达 有意思的就是 正好这个发音 它和创办马自达的 松田众赐狼的姓氏 松田在日本发音里是 M-A-Z-D-A 一样 所以呢 你今天看马自达的logo 它经过很多转变之后 就是一个 非常的火焰的形状 那么最后再说一个问题 好多人特别奇怪 为什么欧洲有文章的传统 日本也有家文的传统 而中国没有呢 其实我们之前说过 这个呢 有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原因 第一呢 在封建制度下 才会产生贵族 或者说大家族 而且他们也会参与到 这个社会发展当中去 家族呢 是文章的基础 反正在中国呢 长期以来都是 这种官僚系统管理的 集权的国家 所以中国的家族 它没有政治上的意义 也没有真正意义上 能够左右国家命运的大家族 所以呢 它就没有这种 可产生家族文章的可能性 第二个呢 我们也说过 汉字太强大了 所有图形识别的符号 汉字都可以取代 让这个图形本身呢 很有可恶 所以在中国的图形符号里面 只有一种符号能够存在 就是宗教的符号 比如说像佛教的万字 像周易的八卦 甚至我们都知道 民国的时候 有一个叫一贯道 他都有一个特别图形化 特别现代胆 非常强的楼宝 好了 今天就留到这 欢迎收换大师说 咱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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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次再见